玉璃不仅有亚洲最速男也有最速景 玉璃警方一号蓝亭盘查双载的重型机车骑士 不料后座刘姓男子却转身狂奔 而远景惊绝后有意立即火速追跑 跑了百公尺之后才顺利拦下 而细查后发现刘姓男子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炸七同气犯 而讯后移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玉璃远景看见前方 上载的机车骑士一手抽烟一手骑车的违规行为 于是引导骑士到安全处接手稽查 此时身穿白色衣服的男子 刻意拉开与远景的距离后 随即拔腿狂奔 预警最速男也不是省油的灯 立即火速追上 跑了百公尺后 远景顺利将开溜的男子拦下 细查后发现原来这名刘姓男子是不久前 新北市地检署发布的炸七通气犯 警方讯后将刘姓男子移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依据警察资讯新司法第六条实施盘查 经查刘明镜市新北地方检查署 所发布的炸七通气犯 警讯后移送花莲地方检查署归案 通气犯自以为是非毛腿 不料却碰上预警最速男直接被逮捕归案 玉立分局长林俊廷呼吁民众 如预有不法情势情力及拨打110提供犯罪情资 一同来守护花莲南区三象镇的治安 记者是玉兰玉立镇采访报道